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 鼻子 身体 手 包括身体里面的各种脏气 血液 头发 骨头这些 全部还有一些你根本一下子也想不到的一些器官 蜡蜡包的幻想 你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啊 我们这边来讲答案啊 你必须要做一些运动 体操 做一些体操 简单的运动 flatten 本来是形容词啊 很平的啊 动词呢 用这个flatten啊 很多动词 en啊 是加在前面 又加后面啊 都可以常常做变动词啊 当然 加在前面大部分是动词 加在后面除了是动词以外 有的时候也是 也可能是过去分词啊 两个不一样啊 就是说后面en可能是圆形动词啊 像这个是圆形动词 那大部分是过去分词啊 flatten 就是变频啊 让你的什么啊 变频呢 多做一点体操运动 让你的腹部啊 就我们人的啊 肚子啊 胃啊 就外面啊 atman 是外面啊 里面是里面啊 stomach 是胃啊 或者肚子是里面啊 因为皮肤外面 皮肤里面就是外面啊 就看得到的部分 然后像stomach 我们也常讲肚子啊 可是他说吃饱啊 吃到肚子里面 他是吃胃啊 看不到的 多做运动可以让你的腹部啊 变频啊 当然腹部有分上腹部下腹部嘛 男人呢 通常叫belly 肚子 比较肚 比较叫上腹部 上面一点 女人呢 尝试下腹部啊 比较肚一点啊 所以胖子一般是讲上腹部啊 acne is very common among teenagers 什么东西在teenages 青少年啊 在青少年当中常见啊 acne 青春痘 acne 这个字 当然啦 这些所有单字啊 人体器官啊 组织啊 有的时候不见得只有这个字可以表示 有的时候可以用别的字 像青春痘痘就好几个字可以表示 后面都会提到啊 那你说英文为什么要好几个字啊 都是表示同一个东西啊 英文是变化的嘛 可能当初最早也没有美语啦 是英国啊 可能英格兰发明一个字啊 可能苏格兰发明一个字啊 是这样子 甚至英格拉也很大嘛 搞不好伦敦发明一个字 曼茨斯特发明一个字 Adrenaline is a substance 就什么东西是一个 substance 我们讲是物质 物质 所以 Adrenaline 它就不是像手 鼻子眼睛 像器官 有时候是一种组织 它是一种物质 你看不到 也摸不到 可是可以感觉到 你也不知道它是Adrenaline 这Adrenaline它有时候 一可以省略掉 什么东西是一种物质 produce 生出来生产制造 你的身体会制造Adrenaline It responds to 就是当你反应 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 自然会反应出 比如说人在急的时候 紧张的时候 你看这个大伙 房子大伙 我的妈妈平常没力气 女牛之辈 紧张了小孩在里面 哇 突然两个小孩 两个婴儿 两个小孩 一手夹着一个 力气变那么大 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 产生了 制造了 突然之 那很快 不到一秒就可以制造出来 这个很奥妙的 身上腺素 就是一种激素 可以让你神经 绷紧 力气变大 像注射什么药物一样 Adrenaline The anatomy of a monkey 猴子的什么东西呢 It's much like that of a human being 跟人啊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也可以当不可属名词 也可以当可属名词 当成一个的时候可以 本来Anatomy 一般是讲解剖 我们说人死掉 法医 有时候有命案 凶案 谋杀案 去解剖 但是它也可以什么意思 就是生理的结构 身体的结构 身体的结构 就是猴子的生理结构啊 跟人很像 像 That of a human being 这个是标准的英文的用法 像我们一般啊 这华人可能用 Anatomy of a monkey It's much like a human being 就结束了 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观念 因为much like 像什么 像that 像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人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很 程度很好的 这种句子写出来 所以 你说像什么东西 前面先 就加一个 That of 所以你这种句子用得出来 老外就说 哇 你这个英文程度不一般啊 一般就用不出来 That of 就只要like a human being Stumble Stumble 就是 娘腔啊 就跌倒了 跌倒了 碰到 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搞 就跌了一下啊 或者踩到石头啊 就Stumble 就是娘娘腔腔腔 也不一定跌倒啊 就是要 也可能跌倒 也可能差一点跌倒 这个意思Stumble 就 脚半道的意思啊 Stumble 就是扭伤啊 它 这个 走路 不要已经摔了一跤啊 扭伤它哪里 这个很合理吧 扭伤它的脚踝啊 就是 两只脚啊 这个 侧边有一个骨头的那一部分脚 我们念脚踝 一个植物在一个水果的果啊 脚踝 你的什么东西是在一个比较下半部的一端啊 也可以讲Lower part 也可以讲Lower end 就是大肠 肠子是intestine 又有人念intestine 比较少 一般念 那小肠就是small intestine intestine 就是包括大肠小肠 什么器官呢 是在大肠的最下部啊 就是anergy 就是肝门 肝门 肝门当然也不止这个字啊 我们把它这个字啊 把它这个表写吧 anergy肝门的意思啊 I had my appendix 让我的什么呢 让我的 appendix remove 就是 remove就是撤除啊 离开了 我们就把它去除掉了 这很多年前啊 我就把我什么 盲肠 因为盲肠 没有什么功用啊 所以盲肠 你割也没关系啊 割的话 因为它以后 有可能会盲肠炎嘛 但它没有什么功用啊 所以有人 就像致死有人拔掉啊 盲肠有人就割掉 你不割也没关系啊 不想动手术 可是 得到盲肠炎 就很痛啊 里面会烂掉啊 就很讨厌啊 这叫盲肠 所以这个字啊 后面是dix 它的副数比较特殊 dices appendix appendices 这个比较特殊的副数的形式 e is for an archer archer archer就是 弯弯的东西 半圆形 弯弯的东西啊 像射箭 archer 射箭 archer 啊 也有个fallen fallen好像是叠下来的一个什么弯弯的什么东西 就扁平足啊 这叫arch 当然它是负数啊 因为人有两只脚嘛 它单数是alch arch 就是脚掌心啊 脚掌心啊 脚掌心它是什么弯弯的 好像这个fallen 那你脚掌下的也是啊 好像彎弯的啊 那我们一般叫archer 脚掌心 Fall-on archer 就是 扁平足 就可以了 ид alch Smackin 这就很简单嘛 就是手 手臂嘛 他在滑雪 skin 在滑雪的时候 他的手臂啊 brook 这个 弄断 是 scratching 就是 scratching 就是骚痒 用指甲去抓 抓痒 抓什么 arm pit 在哪里 格子窝 叶窝 我们讲 嘎吱窝 格子窝 叶下 就是两只手背 大手背跟身体中间 那地方有时候觉得很痒 或者女孩子有没有迷心 叶毛 就是叶下的毛都把它刮掉 比较好看一点 这集叫这里